你們現在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這裡 像這樣對不對 那不管你是亮哪一個燈 或者風鳴器都OK啦 那你如果剛開始你只是這樣講 我都有追蹤到 我的比如說LED燈我要亮 三色LED燈我就來這邊 看你要亮什麼顏色 拉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風鳴器 風鳴器要播放聲音怎麼播 不是直接丟這個喔 要有這個東西喔 對不對 要有這個才能播喔 所以你不能只把那個聲音丟進來 比如說我這邊風鳴器 我很單純的 播這個 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這邊老師就試看看了 現在沒有 靠近的時候 有聽到了嗎 有沒有 我離開 這裡 現在是不是有亮 有沒有 這裡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聲音怎麼樣 重疊了 因為它一直在播 了解嗎 我們聲音會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可以偷偷看一下這裡 在這邊 這裡 正確解答要用雙重的判斷 雙重判斷 為什麼齁 你看一下這裡 因為我們這邊是不是有追蹤人聯 然後怎麼樣 追蹤成功就執行 可是如果你想把 你不希望只有這樣子 你希望說這裡 聲音不要重疊的話 你要來這邊多判斷一下 如果人點大於多少 就表示什麼 大於零 表示說有偵測到人嘛 一個也可以喔 欸 你們剛剛在偵測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兩個人一起進來 你有試過兩個人一起 一起進畫面嗎 他都會抓到喔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所以 如果人臉大於零 表示有人 但是呢 我要多做一個判斷 如果 怎麼樣 如果聲音還在播的時候 我就不能繼續播這個聲音 要等他停止了才能夠播 這樣了解嗎 不然你播一次 他播到第二個 結果你 是不是繼續有偵測到 你又播一次 是不是就重疊了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當然 如果你說 我沒有偵測到人臉的時候 我的LED燈 三色的燈燈 可不可以就把它關掉 變黑色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喔 那這個追蹤人臉的積目在哪裡 一樣在剛剛這個裡面 在這裡 影像追蹤 有沒有一個叫做 追蹤 這裡 這裡 追蹤的 欸不是追蹤開始 等一下 追蹤人臉 追蹤人臉 追蹤人臉那個在這邊齁 如果判斷裡面這追蹤素質 有沒有看到人臉 連視訊裡面的老師也可以說 這樣了解嗎 齁 所以那個在這邊 所以你要加上 如果怎麼樣 這是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事情 如果如果 好 這個我先拉到旁邊 如果 什麼的邏輯判斷 這裡有沒有 邏輯判斷在這邊 如果我追蹤的 如果我追蹤的 這個人臉的數量 大於 零 零在數學室裡面 這個時候他就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我們還要多做一個判斷 對不對 因為 剛剛這邊 有聲音有沒有停止的問題啊 所以是不是再加一個如果 如果裡面有如果 齁 所以 你就再把 這裡面的 再把它拿出來 又多一次如果 這樣子 那 如果聲音有停止的 聲音的跟風鳴器有關係 在這邊 有沒有狀態 判斷他的狀態是停止的 你就做這件事情 這樣 有了解嗎 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玩玩看喔 這樣的效果就跟剛剛 又不一樣喔 那 如果你現在再把 顏色色掉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 因為 這個就是人臉 已經怎麼樣 等於零 或小於零嘛 理論上有沒有可能小於零 抓到負一就怪怪的喔 不能因為七月就這樣子喔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顏色 把它關掉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看這樣子 行不行 好 靠近 有沒有 我這裡有聲音 然後這個顏色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看喔不OK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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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